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內地的中菜餐館吃飯 見到餐牌上的英文譯名笑了出來 好像是童子雞就會譯做Chicken Without Sex 即是沒有性愛的雞 麻婆豆腐就會譯做 Tofu Made by Women with Freckles 即是滿臉雀斑的女人做的豆腐 北京日報報導 近日市政府正式推出美食譯丸 為2100多道中菜出官方譯名 希望你不懂中華文化的外國人都看得明白 以後童子雞的標準譯名叫做Spring Chicken 麻婆豆腐就會叫做麻婆豆腐 可能你會問翻譯有什麼標準 原來部分會根據菜式的主要材料 有些會形容菜式的形狀、口感 有些保留以人名、地名、命名的特點 但這些英文譯法只會作參考 並不會強制推行